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听众有到内蒙去了 不错不错 好 来 内蒙的朋友您想说些什么 咱们今天讨论这个是中美会谈是吧 两国 你可以看我的题目 能否超越美国 这个问题吧 我觉得是这么理解 就是首先中国跟美国这两个国家 它已经不代表是一个民族性的问题了 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民族 不是说是中华民族跟昂鲁萨克逊民族之间的争断了 它完全代表是完全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 现在是这么个问题 我认为美方跟中方 就是说它属于人类系统的一体两面 怎么说 中方更接近于平等 就我们的系统更接近于平等 美方的系统更接近于自由 很难说哪面最终能获胜 但是我认为如果从人类的角度来说的话 平等才能够获胜 因为自由说完了就是弱肉强食 所谓的自由就是强者的自由 对吧 你在美国你有钱 你在美国你有钱 我可以用最好的律师团 我认为可以跟你私下去解决法律问题 对不对 但是在中国这个是不现实 不可能的 如果你动了人命啊 或者动了一些东西的话 那就是公审 对不对 所以它是属于人类系统的一体两面 我要说的话 我今天说一下 说一下这个共产党的问题 好 您说 我们家是我可以说是第四代共产党员 哦 你个人也是共产党员 对对对对 而且我曾经是在体制内 就是说在体制内的时候 也是在一个城市 也算是有点那个什么 有点权力的人 但是我后来退出体制内了 哇 OK 当权者 当权者大哥 不是当权者 不是当权者 我们都是从最底层干起来的 好好好 然后就是说 我们家人是就是说 可以从某种时代 就跟随着这个共产党 我太老爷 然后老爷 然后就是说 付钱 然后就是在我这代 元老级的党员 哇 对对对 元老级的党员 就是在共产党理解 就是中共对于理解这个世界和这个社会 跟美国根本就不是在一个level上 就不是在一个级别上 明白吗 就比如说 我们来探讨 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富强 是怎么来看的呢 美国可能是经济文化政治 什么什么的这些东西 对不对 但是中共理解的方式 它不是这么理解的 它理解的是 最简单 发电量 钢材产量 药化肥产量 很基础的一个东西 我到这的时候 我的发电量到这了 我的产钢量到这了 我的水泥产量到这了 这个社会的成本就是把这种工业物资的成本往下压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这个社会自然就会产生繁荣 这是唯物主义是不是 对对对 就是最基本的唯物主义论 就是共产党员看的就是这个最基本的唯物主义 一个社会没有生产资料 你跟我谈什么民主自由人权 这都不现实 完全不现实 你去跟非洲人谈自由民主人权 你那是扯毒的 他都吃不饱饭 他怎么谈自由民主人权 对不对 是最基本的 我们现在中国 就是我们今年现在就是在执行这个脱贫也好 对不对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大山里的人 可能连上网用电自由都没有 哪有什么人权 哪有什么话语权 对不对 那你美国人 比如说来一场塞 老百姓坐在家里头 是德州吧 来了一场塞 老百姓坐在家里头 连电都没有 你跟我谈什么人权 你连活着的权利都没有 就是说共产党是首先要把最基础的人权达到 明白吧 生存权 生存权 对 生存权 你起码能达到 生存权 对不对 对 但是你欧美那面是怎么的 就是我 足够强大 那我可以让我的后代也这么强大 对吧 我为什么说中美以后还是会竞争很长很长的时间 问题在哪 在科技产出的效率上 美方确实强过我们 他强到哪人呢 他的金融跟他的大学 连接的非常的好 明白吧 在中国你想上大学你想考上清华北大211工程的像这些大学对不对 你只能靠一个字分 什么字什么字 分数 分数分数分数 但是在国外 他要求什么所谓的这个就是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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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 就是那个这个素质明白吗 就是他要求的所谓的素质 嗯 我 他其实不完全是钱 有 他很多管道 就是就是还有推荐 还有什么 那当然也会造成所谓的学术世家 对 他要你参加过NJO 要你参加过NJO 让你参加过什么 校外活动 校外活动 但是很但是很遗憾 你说这些东西他不是钱吗 这些还是钱的 对还是钱的 对对 那还是钱 那么你大学接收到的钱 他的他的钱 就比中国的这个大学的钱就多的多 嗯 明白吧 而且他跟资本方连接的会更好 嗯 对吧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科技产出上 我们中国肯定是要在这方面想办法去调整 但是也不能打破中国一直以来立的这个规矩 就是说公平 就是我们就是以分而算 你再有钱没用 这个点 嗯 就不能打破 嗯 但是所以说这两方面双方就很大的一个冲突 自由跟公平之间的这个问题 嗯 对吧 嗯 你你所追求的人权就全是自由导致出来的 那当然是人权吧 那当然是自由 对对不对 那柔柔强食当然是最自由的东西啊 对吧 我生出来是老鼠 你生出来是鹰 鹰吃老鼠 自古以来 这就是 这更古不见的道理 对不对 嗯 当然中国不是这样 那中国看的是一个什么 呃 王侯将相宁有种空吗 嗯 嗯 对不对 你有能力 你甭管你爹是什么玩意 对吧 那朱元璋的爹好像也不是个什么东西 然后他最后 朱元璋体盖嘛 他要饭的嘛 他他他爹 对对对对 嗯 对我们是凭能力说话 嗯 你们可能是凭家事说话 嗯 对不对 所以这两方面就 就是很难说是去调和 我们不相信他那套 他们也很难相信我们这套 因为如果一旦我们占了优势 中国占了优势的时候 摧枯拉朽就把他那套系统彻底摧毁掉了 对吧 因为中国的这套方式更能够鼓动下面的人群来支持 对但是听听这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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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代的这个元老级的党员 听听您这样讲 我我觉得那这样反而最后会不会演变成一种另类的这种国家式的阶级的一种战队 就比如说比较前排的发达型的国家 那他当然会比较偏向所谓的自由这一派的 理论 那比较后面的就没有还没有发达的国家 当然会比较偏向所谓的平等的这一块理论 是不是会变成这样子 追求的层次已经 我已经 我已经不care这种生存权 对我来讲是好像呼吸一样自然的 那我当然就就不会感觉到 我会有更高层次的追求 会不会这样 我没太理解你的意思 但是我说一下我现在这个是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所处在这个时代 是可以说中美双方谁赢了 就是说你美国赢了的情况下 你也只能赢几年 你也最终你也赢不过中国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基础太好了 14亿人口 每年有八百万 甚至一千万的大学毕业生 你这个人力资源和物理资源太大了 你想彻底把中国干啪 除非你真把中国解体了 但是不可能 现在这个中国人的这个相信力非常强大 你不可能就是能把他打解体的 你只能是把他打输了 那对不起 那我们在奋斗十年 我会又会再回来 你除非你一架子撇合弹 死了个六亿人 那有可能 对不对 所以现在实际上其他的国家 实际上其他的国家是很可怜的 因为现在这个世界 仅仅在美国跟中国双方的手里 谁赢得了未来的二十年 谁就赢得了整个人类的领导权 为什么呢 我说一下 就不会再出现什么 别再另一个国家再起来了 不会了 因为现在的科技很透明的 你科技的生产方式 你的资本运行方式 很多东西非常透明的 你比如说中国起来之后 你说你指望说是印度 哪天能够超过中国 根本就不可能 不现实 因为一旦占据了科技的制高点 它会形成一种追射的效应 它会越来越快 它会越来越快 科技壁垒 对 你马上再过二十年到三十年之后 那么中国一旦掌握了核聚变发电技术 核聚变 知道吧 这是你们 你刚才说的核融核 对 对吧 你核融核一旦掌握之后 其实人类最终追求的所有东西都是能源 对 对对 都是能源 所有的科技最终需要用能源转化出来 生产力也需要能源 如果你要中国在2050年的时候 把核聚变最先中国研发出来了 那么别的国家 你就可以什么样呢 就是说 你就天天等着吃就行 嗯嗯嗯嗯 明让我说啥意思吧 好好 就是你这国家 你也啥也不用干 明白吧 我每天中国给你提供你要穿的衣服 你要用电力 你要干啥都行 嗯 明白吧 它就会形成 最终形成这么一个社会 嗯 就是 也就是共产党要求的 最终就是共产制了 嗯 明白吧 好 那个情况下 就也没有什么国家之分了 好 对吧 党党党养用您 您您您您讲的可能就是太 一个一个蓝图了啦 已经一个蓝图了 不是蓝图 不是蓝图 是因为我们 我80后吧 是因为我是见证了整个中国发展速度 还有发展方式 还有它整个规划的 嗯 我能够很清晰的看到共产党的规划什么东西 你包括我们中国现在的用电量 我们现在的用电量都规划到十年以后吧 我相信啊 我相信 因为你们都是按照计划在做的 而且你们对你们都有达成你们这个计划 那的确是很厉害 我觉得是很厉害 它是一步一步非常科学的是按照这个计划在走的 嗯 我们使用那个肉蛋量 就是说蛋白质的含量 对吧 包括使用电力 对吧 使用钢材 是最基本的这个东西 嗯 最终像有一天 就有人说的就是 消灭国家概念 共产党的目标 可能就会真的就会做到这点 那你想想你 你现在国家不用发电 嗯 我中国给你供 就是你知道那个就是 如果中国现在把整个塔卡拉玛干沙漠 改成一个大的这个这个 这个就是太阳能热电站的情况 太阳能电站的情况下 结果不用发电的 嗯 对 比如说在一带一路 沿线上建一堆 哎 我就要你一片地 然后我建那种太阳能 太阳能电站 或者未来的那个聚焰能电站 中国现在做的那个特高压技术 是吧 我们都输送几千公里以上的电力 嗯 对吧 那么最终 这些特高压都有电了 嗯 嗯 我 对不对 我 我知道 就是您 您讲的有点呼应 就是杨洁篪 这个主任啊 他他他讲的就是 他在中美会谈有提到的 人类命运共同体吗 对对对 这种概念 对 这种概念的 真正的信仰 你要想消灭 你要想消灭 人类之间的战争 嗯 那么最起码 就是资源之间的争夺 停止 嗯 就没有战争 好 好 对不对 为什么要打九冬啊 嗯 为什么要控制东东啊 那不还是因为 那个能源嘛 就是大家把把把能源放在这个地球上面有限的资源了 才才会互相争来争去 的确了 对 是这样 他的资源是有限的 对 战争的根源也在于争夺资源了 没错了 是这样讲 没错 嗯 但是中国人是不会信任美国的 嗯 因为美国 昂格鲁萨克逊文明 天上他就跟个海盗似的 他想事 他的脑瓜里就是我赢你输 对不对 但中国自乎以来也不是这样啊 我们明朝的时候派出去的舰队 也没说可拿乱抢吧 是是是啊 我知道那个 那个时候的舰队他是为了要找那个找那个建文帝的 哈哈哈哈 好啦 好啦 那那个 那我不相信 那我真不相信 不不一定 都有了 他他他他有很多很多那个用意了 好 那个 我觉得就是找建文帝的事 我觉得不想 扯远了啦 扯远了啦 啊 那个 那 那 那个 阿尔法郎 哦 那我们聊到这里好不好 我们聊到这里 好的 好 好好好 那谢谢你啊 谢谢谢谢 扯远了 如果那个建文帝的副本再开又要聊好久了 我的 哈 好了 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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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